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在多倫多的全息地產經紀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我就帶大家來到 萬錦市Downtown Markham 即是Warden 和Enterprise 去看一個租盤 地址是1號Upperdue Crescent 這個是一房一次 包括parking 和一個Locker 但是這裡還沒修好 租盤啊 你知不知現在多熱 我還不快點上來錄了影片給大家看 為什麼他說還沒得呢 因為我們這個Downtown Markham 是Top to Pop Bottom全身裝修 不過我覺得我一進來的感覺就是 好像去了Jacky的家 也有點像的 是嗎?很像的 尤其是這個Quartz的Countertop 我們正在用同一個裝修師傅 如果你喜歡他的裝修 我可以把我設計師和裝修師傅的聯絡 給你的 這個單位大概是550呎 這裡就是正門 正門旁邊是有個衣櫃的 可以放褲子 然後走廊過來右邊 這裡就是洗手間 全部都是大的磁磚 家裡不是用這個嗎? 差不多是這個風格 就是新的鏡子 Quartz的Countertop 連這裡的門櫃 全部都是換過的 我覺得 為什麼我想進來呢? 看著我進來吧 它下面這個磁磚是比較貴的 因為它是防線 是漂亮的磁磚 對 我覺得它這個做得不錯 你不需要再 如果家裡有浪人家的話 我一定會擔心 很漂亮 其實我看完這些新的裝修 我都很想裝修自己的家 我想再裝修 這個是Starkable的洗衣機乾衣機 它也裝了很多東西 是呀 你放到Cleanning Supplies Dyson一定夠位置放 它整個單位 是換了新的地板 這個是Vinyl 還有你看看 這裡的Baseware 特意做高一點 看起來更加Modern 我們就來到廚房 這裡很大的Countertop 這裡你可以放兩個桌子 都是全身櫃 還有是有Soft Closing 它的升盤很漂亮 一個大的升盤 喜歡裝上現在比較流行的那些 黑色的 還有這個櫃 它是帶淺色的灰 淺灰另面 我覺得挺漂亮 這裡做了Quartz的Best Brush 新的濕油煙機 下面這裡也是裝修一些Under Cabinet Light 我們就來到廚房 老實說 如果你一趕住 其實你也不需要飯桌 因為這裡可以放一些椅子 這裡就是梳化 電視機 或者一張工作桌 在這裡 這個單位是向藍的 所以現在早上 很多陽光可以進來 很光暗 很光暗 很殘眼 真的很殘眼 因為淺色的地上 又反光 又白色 又白色 而且如果晚上 沒有太陽 怕暗 它在圓梁下面 這裡也裝了 Pot Light 對 給大家看清楚 這裡 那裡有一個Balcony 可以出去 我們看看睡房 睡房 同樣地 裝了Pot Light 還有 單位已經裝了新的Zibra窗簾 這邊 這裡可以放到一張 Queen Size的床 Ashra 你可以配置到一張 King Size 但你Queen Size 你可以再放其他東西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衣櫃 你看它的衣櫃 在後 我關門 對 很大的 對 裡面也換了地板 也有過的 紅色這裡 就是Viva的巴士轉線 而旁邊的就是Enterprise Boulevard 西邊那邊就是Warden Honeywell Office Viva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就是Downtown Markham 另外的建築 其實現在Downtown Markham 還在推出兩棟新的樓巴 叫做Gallery Tower 其實就是 建築D和E 現在還有少部份 比較好的單位 不如我慢慢地和大家去介紹一下 剛推出的Unicity 實在十分火熱 一推出 訂單如潮 我也知道 有一些客人 未必買到自己心目中的單位 所以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來Unicity 開車大概是三分鐘的Gallery Tower Gallery Tower 就在Downtown Markham 留意了 這兩棟樓已經在建 很多時候有些客人都會問我 這兩個project 其實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地位是差不多的 最大的差別就是 交吉日子不一樣 Unicity交吉日子是2027或2028 而Gallery Tower 是2024或2025年的年頭 Gallery Tower 這兩棟樓發 一共有25層和30層的雙子樓組成 將會有506的單位 這一個project 是由知名發展商 Renmonton Renmonton 其實已經在2006年 負責開發Downtown Markham 以前Downtown Markham 只不過是一塊爛地 但逐步已經打造成一個繁華的市中心 Downtown Markham 這裡也有幾個大的公司 例如是Aviva Honeywell等等 近年來整個萬感市 其實是吸引了很多人來定居 Gallery Tower 位於Downtown Markham Enterprise 和Bergeman交界 一落樓走路5至10分鐘 你已經可以去到Mariot酒店 Cineplex電影院 Good Life健身室 Good Cash 和萬土茶餐廳 附近也有其他零售和餐廳 讓你選擇 走路大概15分鐘 亦可以去到Highway 7 Bergeman 那裏有Whole Food Supermarket LCBO 銀行便利店等等 所以如果真的不開車的你 其實生活亦相當方便 Gallery Tower 現在還有一些1房 1加1和一些2房 Layout是絲絲正正的 還有一些單位的exposure 也十分之好 給大家看看幾個Layout Layout是否都相當不錯呢 發展商現在都在做Promotion 買單位當時會有1萬元的credit Towards Upgrade Extended Deposit Structure Layout的那些已經全部都cap了是9500元 可以免費做個流花鑽 那就記住了 我們在Downtown Markham 這個剛剛裝修號的1房 租金是2500元 我想你多給師傅兩個星期 其實已經可以進入了 或者如果你對Gallery Tower有興趣 不如跟我約一個時間 我們在Sales Office上慢慢聊 這個是我的contact list 可以隨時連絡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後悔的